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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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说过浦江一品吧 这是外滩边上的那个豪宅 对 对 对 是 自从霍总啊 那场大病痊愈之后 他就搬到了浦江一品 托马斯 谢谢你这么忙 还记得我生日啊 你能给我打电话 我真的好开心啊 好的 好的 改天我请你吃饭啊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玉美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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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美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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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浦江一品 租了一套五百多平米的好家 听说每个月的租金要十一万 这都是走的公司的账 十一万一个月 他一个人住吗 谁说他一个人住了 贺总和他男朋友两个人住的 对了 他这个男朋友啊 也是在他休养那段期间交的 后来直接安排进了公司 安排进了公司 他能做什么呢 名义上是顾问 实际上我们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他根本不怎么来上班 可你知道 公司给这个人 每个月开多少钱的工资呢 多少钱 七万块 七万一个月 好 失陪快乐 贺总啊 和他这个男朋友凯文 感情很好 两个人经常出国旅游 不光机票和酒店都是公司订的 听说就连他们在国外买的包包和衣服 这也都是走的公司的账 可以呀 贺总生活够滋润哪 还布置这样呢 贺总还请了一个生活助理 其实就是每天叫他起床 帮他记录一下会议时间 陪他逛街 买衣服什么的 还有去医院怪后 可是你知道 这个人每个月多少钱吗 这个女孩 每个月公司给他开两万多块 比我们这些很多业务员员工工资都高 所谓生活助理 其实就是贺总的一个闺蜜 她叫舍田田 贺总呢对她也是特别地大方 听说经常送她一些名牌包包和衣服 两个人的关系相当不错 天天 怎么才来啊 郁美生日我什么都得安排好呀 田田 听说今天生日派对都是你筹备的 可真的有拍面的 郁美生日嘛 她开心就好 人生得意须近欢 千斤的满百年少时 是不是啊郁美 是啊 谢谢田田 今天开心最重要 大家今天一定要尽兴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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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